由著名华裔剧作家张希女士的作品《歌大的椅子》所改编的话剧 历经四个多月的排演 在丰香硅谷剧社社长阿朵和春辉艺术学院导演曾春辉女士 以及众多非专业演员的通力合作下 于1月28日在Cupertino D'Anza剧院上演 这座能容纳800名观众的剧院 下午及夜晚两场话剧全部授庆 作无虚席 演出大获成功 演出进行时 在场观众全神贯注 全然被剧情所吸引 通过深刻的故事情节 传递了质朴的人品比金子更可贵的核心价值观 让观众为之动容 演出结束后 部分主创人员及个别观众 都对优势记者分享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终于我们经过了四个月的排练 今天终于到了向观众们 汇报我们成绩的时候了 今天演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观众的反应很热烈 该有笑点的时候有笑点 然后每一幕的时候 都得到了观众的热烈的掌声 我觉得我们不光是完成了一次演出 而最主要的是在湾区这样的一个沙漠 戏剧沙漠的一个环境里 我们浇了一点水 能够看到了一点嫩芽 这是让我今天特别感动的 谢谢大家以后对我们继续支持 我在《歌大的椅子》这部剧中扮演 哥伦比亚大学那一年的校长 叫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 当今现在的巴特勒图书馆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我今天在台上的表演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我们导演也给我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 在排练的过程中 我们也经历了许多的排练和打磨 那也基本上把我们想要发挥和表达的意思呢 都传达出来给观众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相信我们的《歌大的椅子》这个剧 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历史的震撼 感人肺腑的地方 参与此次演出的演员来自各行各业 也有专程从中国赶来湾区参演的职业舞者 2023年英国黑池师生组冠军陈相先生 就是一百年前金龙内也在为中美友谊关系呢 在去做努力和奋斗 所以说我们也是任重道远 所以我也是很想去为这一份 而去做出力量而去奉献的 然后呢希望中美友谊更加美好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关注话剧 我应该是在演出之前最后两天才学会了真正的怎么这样表演 就是完全把自己进入角色的感觉 我觉得这次的演出基本上达到了我的预期 就是我面对很多的观众的时候 真的觉得自己是卡文蒂尔 所以我觉得这就很满足了 其他的都是云烟过眼一烟而野 而且这个戏也交汇了我怎么看人生 怎么看得失 所以真的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 今天特别荣幸来看了这个歌大的椅子这个话剧 然后真的是很感动 然后因为这个是讲的是一百多年前 然后咱们中国人在这个美国的 不管是这个大学里面 还有这个就是商界或者就是去起步的一个故事吧 然后就是真的是很感人 然后也是很多地方都是让我就是热泪盈眶 然后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很多老艺术家在这个话剧里面的呈现 然后是也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呈现 把这个一百多年前这个故事鲜活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次的背景设计呢 我就是用AI的 而且还用过那个Dali Dali 3和Firefly 两个相比较 然后Dali 3 这全GTT还是胜出了 因为他们的picture呢有time stamp 所以它可以做到那个历史的时代 比如说建筑啊等等之类变成appropriate 当然光是AI呢 我也发现不足以完成全部的东西 所以我们后期呢还要再用Photoshop再制作 但是现在呈现的这个最终的呈现呢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当然最后还是要观众来评判了 最后编剧张希女士表示 将有望与好莱坞的专业演员合作 推出英文版的各大的椅子 把这一段感人的华人历史 及以好换好的东方价值观 传播与更多族裔的人分享 今天这个剧呢是风箱话剧的第103场 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句号 对于风箱硅谷剧社来说呢 辛苦了四个月 这也是一次特别难忘的兴奋的一个夜晚 应该是整整一天吧 大家都在兴奋当中 演出之前他们不知道能到这个程度 我知道 因为之前去年的5月6号 同样的剧 同一个剧本 同一个台本 然后已经演得非常非常的 让人荡气回肠了 所以我知道在这里只是换个地方而已 我特别的高兴 就是演员们能够有机会 和我们一起参与这件事情 把这部戏呢 让一传十 十传百 不是传我这部剧 而是传这个丁龙的一个华人 普通华人的故事 本次新闻 由优势记者Ember现场报道